《城邦電台》 陳雲時事短評 講兩句話給大家聽聽 九上瓦坑有條路 吾三季 引清兵入關 以前我們經常說開門入道 打開門等拆進來 第一個就是九上瓦坑有條路 就是廣東話的血後語 只是說狗很難爬上屋頂 當然有條路 有人擔張梯 讓牠十級而上 另外一個就是吾三季引清兵入關 大家或是年輕一代都未必認識 中國史 為何滿清這麼容易攻入中國 因為明朝鎮守邊關的大將吾三季 打開城門 清兵就進來 所以後來他就封了平西王 說的是在九七之後 香港的邊關 或者我們守住本土利益 自己的人得益 那些東西 慢慢失手 基本上是沒有染雞籠 不單止高鐵 港珠澳大橋 自由行 新移民下來 拿福利佔公屋 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的大學校園 都越來越多講普通話的人 這個不單止是大陸學生 即是香港炸地華 什麼國際化 什麼什麼 其實就是引大陸學生進來讀 現在就說什麼 文憑試 中學文憑試 都可以給大陸人來考 越來越多大陸生 另外一個就是大陸來的學者 這個不單止是一般的文史那些 現在科研科學 甚至醫學 都是很多大學 請大陸來的教授 那近來呢 還有一個趨勢 是使得大陸學者 會越來越多 在香港的高等教育界 那其中一樣呢 就是科研經費 那最近 香港特區政府公佈 就說 大陸批出來的 科研的撥款 通常都很大 國家 國家體制 可以適用於香港的 即是說 如果大陸學者 他申請了一批 科學研究的撥款 那剛好 香港這邊有位 或者有相關的項目 他就可以帶來 然後在這裡做研究 又或者 如果香港是 請人 請人做某些 研究型的教授 或者是一般的 都有研究性質的 教學的教授 如果他申付一些 由大陸的科研的撥款 都是容易申請教職的 這件事 一來令到大陸學者 越來越多 在香港教書 二來 令到大陸 即中國大陸的 科研撥款 即是 以他的國家利益 以他的工業 或者以策略性的科技發展 那種利益的撥款 就會下來香港做研究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學術無疆界 確實是無疆界的 知識 產生的知識是無疆界的 但是 香港的大學 用的是 香港人的 公帑 我們現在不用交稅給大陸 大陸在中央的財委 財政部 也沒有撥款下來給香港 我們大學資助委員會 即UGC 也沒有拿 中國 北京教育部的撥款 兩邊是分開的 所以他現在帶到錢下來 而他的國家的錢 是多很多 這樣的話 就會影響我們 香港本土的學者 或者其他國際的 真正國際 不是大陸那種 那些 就業 或者那些職位 大陸學者有什麼問題 他 一來可能是黨員 二來 他有親眷 在大陸 他的言論 即使是就科學而言 他可能是說科學的 但是校園 他會有其他的見解 或者有其他會影響學生 這個不知不覺之間 會令到香港的學生的思想 是赤化 或者大陸化 另外 他們在那邊長大 他們會帶來一些 或者是不好的風氣 或者過分是 論資排輩 權威 或者收受利益 禮物 這些 雖然香港是有相關的 連結的守則 要規管 或者要遵守 但是如果他們 在守則裡面用到盡 或者是所謂的盡 都會帶來一些 壞的影響 另外就是科研項目 那裏 原先 一個公立大學 或者國立大學的科研項目 或者研究項目 應該跟本土的經濟 或者本土的社會發展 或者是學術潮流 連貫 這個也是很多國家 批出科研經費的 其中一個標準 如果香港 幫大陸研究 那些研究成果 走回大陸用 這樣的話 香港變成為他人作嫁 以上 白白浪費了我們 在香港的公帑 亦都是令到香港的學生 因為一個大學的教授研究的事情 是會影響他的講學 或者影響他發表的言論 那樣東西是會令到香港的學生 久了之後 他的視野就會跟著大陸 那香港就會喪失了我們 自己的學派的發展 或者本土的視野 亦都是國際的視野受到限制 這個是在長遠來說 其實也不用長遠 十年八年就會看到 我們原先自由奔放 都尚稱可以是自由講學 思想多元化 可以容許頂撞 學生和教授之間 自由論學 一旦引起了很多大陸學者 一旦研究傾向跟著大陸的話 作風或者學派潮流 就會干預到香港的 自由大學的傳統 其實會令到我們 之前用了幾十年 甚至是七八十年 建立起來的自由學風 是受到污染 亦都令到我們 本土的公帑百百浪費 所以這些都是 不容忽視的事情 那當然 在目前中國大陸 那種國家體制和香港特區政府 這種引狼入室 將大陸學者過分引入香港 這種作風是很難制止到 但亦都希望大家留意這些趨勢 時刻警惕和評論 使得國際上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多政府 知道香港的一國兩制和自主權受損 從而警惕香港獨特的經濟體系 或者自由社會那種體系 或者一國兩制的開放自主 那種性質會凋失 使得國際社會重新關注香港 受到赤化 從而援助香港也好 或者遮助香港的地位的損失 攻擊中國 令中國收手 令中國收皮 所以這些是 雖然說 但是整個死蟹沒什麼好做 但始終 我們都還有自由的傳播 譬如小弟這個 網上傳播的短評 亦都讓大家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究竟的情況是怎樣 不要說 輸了 沒得玩了 其實是沒有這回事 始終有自由傳播的能力 就有勝利的一日